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袁绍命炎梁统兵南下进攻曹操 因为关羽并没有真心臣服于曹操 所以曹操出征炎梁时其实并没有带上关羽 结果在和炎梁的对战过程中 曹操的手下败得极惨 宋献被炎梁三回合斩杀 魏旭被炎梁一回合斩杀 曲晃被炎梁二十回合击败 曹军诸将力然 以上便是曹军重将面对炎梁的状态 很明显炎梁非常强大 其对于曹操诸将的震慑远超马超 甚至能比肩吕步 曹操重将面对马超时 根本没有确战的表现 但是这一次面对炎梁 他们却吓得不敢出阵了 很明显炎梁更强 毕竟二十回合击败徐晃 这种战绩可没几个人能够打得出来 要知道当年徐楚和徐晃交手五十回合 可也仅仅打了个不分胜负 这就意味着就算是曹营第一猛将徐楚上场 那也敌不过炎梁 就在曹操不知道怎么办时 成玉举荐了关羽 在收服关羽的作战中 曹操曾让徐楚和徐晃联手拦截过关羽 结果二人被关羽击败 很明显关羽的战斗力是要高于徐晃徐楚的 既然关羽的战斗力这么强 那么他有能力与炎梁一战 当关羽到达白马战场时 曹操立马把战况跟关羽说了一遍 而关羽听了曹操的介绍后 也不再像之前那么高调了 而是一反常态地说 自己要亲自看看战场 评估一下炎梁的实力 此时关羽的表现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 毕竟能二十回合击败徐晃的选手 战斗力肯定是不低的 但是当他跟着曹操看过炎梁的军政表现以后 他顿时就变得非常高傲自大了 说炎梁的河北人马不过是土鸡娃狗 炎梁本人也不过是插标卖手 搞得曹操都非常惊讶 关羽的前后变化怎么这么大 就连关羽的好朋友张辽都劝他别大意 要小心硬迪 不得不说关羽的运气是真的非常好 估计他自己都没想到 面对炎梁这么一个高手 他竟然可以做到一回合斩杀 当关羽从曹军营地冲出时 炎梁竟然直接命令手下不要阻拦 让开一条路供关羽来到他的灰盖之下 准备粘口询问关羽 结果被关羽一刀斩杀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疑惑 炎梁为何不出手作战呢 为何会让手下让开一条路 供关羽来到灰盖之下呢 他又想问关羽什么呢 关于这些问题 原文其实也给过解释 原文 原来炎梁辞袁绍时 刘玄德曾按主曰 无有一地乃关云长野 身长九尺五寸 虚长一尺八寸 面如重枣 单放眼 卧蚕眉 喜穿 绿井战袍 骑黄镖马 使青龙大刀 避在曹操处 如见他 可叫吉来 因此 炎梁见关公来 直到是他来投奔 故不准备迎敌 被关公斩于马下 可以看到 炎梁之所以不做抵抗 完全是因为受到的刘备的嘱托 准备劝降关羽 哪知道关羽如此心狠手黑 竟然连一句话都不讲 直接一刀毙命 不得不说炎梁死得冤 以他这么强悍的实力 再怎么说也不该死得如此窝囊吧 估计当时关羽如此自信 能够斩杀炎梁 其实就是想要复制当年斩杀华雄的套路 不报名号 直接突袭 一刀斩杀 懒得废话 结果没想到这个炎梁还真的是非常配合 竟然就站在那里配合关羽 不做丝毫抵抗 原文 云长出马 只一盒斩了华雄 提头入线 中阶大喜 说实话 当年的华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打得诸侯众人根本不敢出战 怎么看也有一流的武力水平 结果关羽上场直接一刀解决 这怎么看也不太现实 很明显这场打斗里面另有隐情 而最有可能解释的便是关羽使用了呼吸打法 在华雄以为要自爆名号时直接一刀斩杀 不然真的很难解释 一个超一流武将怎么一回合斩杀一流猛将的 综合来看 炎梁能够20回合击败徐晃 表现比徐楚还好 这就证明炎梁这个人的战斗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应该是能够挤身超一流武将的序列 而关羽也是超一流的武将 两个超一流武将怎么可能在几十回合内分出胜负 所以说单纯武功的角度来看 如果炎梁和关羽真正的单打独斗几十回合 那是根本分不出胜负的 不过如果要综合各方面因素来分析的话 炎梁要是敢和关羽单打独斗 仍然有很大概率被关羽斩杀 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 关羽战斗经验更丰富 炎梁作战勇猛 这一点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但是关羽炎梁的临场表现 估计很多人都忽视了 就拿关羽斩炎梁来说 虽然刘备曾交代炎梁 要他招降关羽 但是炎梁看着关羽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而不做防备 反而是还想张口问话 就这种应变能力 简直就连普通人都不如 普通人看着别人拿着大砍刀冲过来 也会心生警惕 要不就是跑 要不就是拿武器抵抗 可炎梁呢 不仅自己不做抵抗 还让手下人不要阻拦关羽 这是什么操作 关羽本来的战略就是突袭 结果你炎梁丝毫不做准备 那你这不是主动送命吗 所以说 即便是炎梁做好准备 真正和关羽单打独斗 他也有可能在互通姓名这一环节 遭到关羽的突袭 即便这一关炎梁能度过 但也不要忘了 关羽会脱刀剂 当年的黄中可就差点栽在了 关羽的脱刀剂上 以炎梁的临场表现来看 他很可能被关羽套路 总的来说 关羽不仅战斗力强 而且很会玩套路 什么突袭 诈败 脱刀剂 都是一套又一套的 稍不注意炎梁就会命丧关羽之首 二 正史中 炎梁确实是被关羽所杀 事实上 演义中把炎梁的武力 应该是抬升了一个档次的 正史中炎梁的表现并没有这么好 而且在正史中 关羽斩炎梁 那可真是在万军丛中取敌将手机的 非常猛 所以说 即便演义中 炎梁和关羽真正单打独斗 他也会死于关羽之首 三 关羽乃是罗冠中 轻定的天选之人 关羽乃是罗冠中 轻定的天选之人 炎梁要是敢和关羽交手 必死无疑 再厉害的对手 其实也不过是 关羽成功路上的电脚石 要是罗冠中愿意 就算吕布此时在场 只要他敢和关羽为敌 估计罗冠中也敢让关羽 一回合斩杀吕布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灯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